马桶漏水找原因 找出马桶漏水原因 这个呢是最好找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水箱破了 水箱破了 两个办法 要不就换水箱 要不就换整个马桶 当然了 换整个马桶是最简单的 买一马桶就换了 这水箱呢 再找也不好找 单独找这么一个 也麻烦对吧 然后价钱 应该也都差不多 所以说整个把这马桶就换了就可以了 好了 这次漏的很彻底啊 OK 那这个马桶呢 就装好了 然后这里呢 有保鲤笼 有保鲤笼 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 这个是夏天呢 就是里面凉 外面热 就不会有那么多冷凝水 那这个呢 你看这里面裂了 对吧 裂了 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这个为什么而裂 里面也没有保鲤笼 所以说 夏天可能会有很多的 这个 冷凝水 但是 至于能不能裂 我这个也不太清楚 客人呢 也不知道 某一天就在屋里坐着 就听邦的一声 然后自己就裂开了 这个 没有研究 为什么是自己就能裂开 是质量问题吗 还是什么 这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请留言 谢谢啊